巨星的墜落 我今天要討論是Carmelo Anthony了 當然你看如果我一講說我今天要討論Carmelo Anthony的話 你可能已經 轉別台了不過沒關係 Carmelo Anthony 可能肯定去胡人隊 可是我們可以稍微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Carmelo Anthony 在過去這兩支球隊好像誰用誰都不喜歡呢 要講到Carmelo Anthony的墜落 我們可能必須要講到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他的效率 他的效率好還是壞呢 他在職業生涯裡面平均可以拿24分 6.5個籃板 三次的助攻 他在職業生涯裡面沒有任何一年的籃板的數據是超過8.1 Carmelo Anthony沒辦法抓籃板嗎 我不認為呀 Carmelo Anthony如果真的要抓籃板的話 他可能一場比賽10個籃板以上的球員 可是他對這個方面並沒有特別的在意 如果他真的要傳球的話他會好嗎 我看過太多的比賽裡面 他被Double Team的情況之下 他並不是一個很好 在Double Team處理球的一個球員 常常會變成失誤收場 所以Double Carmelo Anthony好像變成聯盟裡面 可以使用的一招方式 那更重要的是呢 Carmelo Anthony在季後賽的時候 他的投籃的成功率並沒有特別的高 因為呢在聯盟在過去呢 已經開始有這種三分的風潮 所以在他的後半段的時候 他也開始投大量的三分球 一場比賽大概在6次左右的出手 可是他的命中率通常都沒有非常的好 也導致他在職業生涯裡面的 E-FUGLE percentage 就48%而已 他只有4年裡面呢 在E-FUGLE 是在Low 50s 就是 在 51%以下 這樣子的一個E-FUGLE percentage 所以 投籃的成功率來看呢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具有效率的球員 那現在所有的Analytics都在 評估幾件事情 就是效率效率效率 你在場上每一分鐘 你的效率在哪裡 你共下24分你的效率在哪裡 當你的效率 低如Carmelo Anthony的時候呢 你的 使用率 或球隊對你的在場上的評估 他的評價就開始下降了 過去有一個最明顯的Lead Josh Smith 在老鷹的時候 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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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王平均得分呢 是14.6分在職業生涯裡面 可是英王的 E-FUGLE percentage 只有45%在職業生涯 在 季后賽只有47%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主要攻擊手的得分 是來自於 只有40%幾的E-FUGLE percentage的話 那你的問題就開始大了 我們來看幾個過去的NBA冠軍賽裡面 有稱職 而且是有主宰性的大前鋒 出手次數大概在 Carmelo Anthony左右 大概平均19次 以上的職業生涯出手 這幾個人的E-FUGLE percentage 擺在哪裡呢 Kawaii Leonard 54.8%的E-FUGLE LeBron James 54.1% Kevin Durant 54.2% Dirt Navisky 百分之 我這個字顯得不太好 至少在50%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 你要打NBA的比賽 你打這個位置的時候 Elite 就是頂尖的大前鋒球員 他們的效率值 在投籃的E-FUGLE 看起來是在哪裡 那更重要的是 我剛剛講這四位呢 可能只有Dirt Navisky的防守 沒有 Carmelo Anthony來得好 可是Dirt他有時需要籃板他會籃板 而且Dirt的效率極高 雖然他的投三分的能力 可能大概也是跟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 要以現代的籃球的觀點來看 Carmelo 他有跟上三分投射的一個 進化 可是命中率 說實在也沒有特別的高 特別在過去三年裡面呢 他大概就在35%左右 他曾經有兩年 是超過40%的 可是這兩年裡面呢 他的出手次數都沒有到六次 所以仔細來看Carmelo 他的 進化的 他的效率 是被聯盟所淘汰的嗎 也不竟然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 是他的態度 Carmelo Anthony 到了後半段 到了火箭隊的時候 他應該已經不是一個 全明星級的球員了 可是他仍然把他自己定位在 全明星級的球員 他搞不好連先發的球員都不是 可是他仍然把自己定位在 我就是先發明星球員 所以你要我打替補 蛤 你在說我嗎 Carmelo打替補 不可能啊 可是 不好意思 當球隊有需要你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Carmelo的態度他是不願意的 所以火箭隊在那兩場比賽裡面呢 Carmelo打的位置是替補中鋒啊 小球位置裡面的替補中鋒 火箭隊就把你定位在一個 你沒有辦法贏球的地方了 那你怎麼造成最後對自己有利呢 那你就要有源源不絕的企圖心 跟拼搶的態度 可是Carmelo他並沒有 你要被聯盟淘汰 非常的快速 你昨天是明星球員 你今天沒有辦法達到球隊的標準 你就是 大門就在那邊 請你直接走出去吧 那 為什麼聯盟沒有別的球隊願意接受 Carmelo和Anthony呢 是他的效率問題嗎 我個人認為不是 我認為他的態度的問題 是高於他效率上面的問題 那第三件事情我要討論 Carmelo和Anthony為什麼沒有球打呢 就是 他把他自己的shape放在哪裡 他的身體的狀況非常好嗎 他post很多video 看他自己投籃的這些東西 他post很多video 跟別人單打 哇投籃我投籃投籃投籃 我是Hulling Metal 我投籃我很厲害 可是 現在的球隊需要他投籃嗎 還是現在的球隊在concern的是 你不是一個很好的籃板球員 你被double team 沒有辦法pass out of double team 不是一個很好的傳球選手 你在防守的企圖性又不強 我要打季後賽的時候 我希望你在場上 雖然你的得分是重要的 可是你守不住 他在pick and roll的時候 他交換你以後 他的防守基本上是不存在 那 這是 你 技巧上 跟你自己 體態上面的一個問題 他在17年的時候呢 他就 發起了 Hulling Metal 然後他還在 晚上凌晨兩點鐘 自己去跑步 然後 post上了 他的IG 說我現在努力的在恢復我自己的體能 那個時候是暑假 紐約尼克隊的一群 主管們呢 圍在 暑期聯盟的比賽旁邊就在看那個video 然後他們都在笑 不管他們在笑什麼 這個也看到的一點就是 很多的NBA的executive 包括紐約尼克隊當時是他們自己本身的球隊 對於Tamello他對於這樣子的訓練的過程 不怎麼買單的 降低他吃澱粉 開始多吃了蛋白質 讓他的身體呢 應該可以由 撞 而變成金撞的這樣子的過程 可是看起來好像 也沒有特別的一些效果 因為他知道他的火箭隊是要打得非常的快速的 球風的時候 他也並沒有真正達到 這個球團給他的一個要求 當然球團在過程當中我也認為 沒有給他一個真正的機會 來看到他到底 伸手到底放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重要的是 Camello Anthony 他嘗試的跟隨 現在聯盟的球風 跟他的風潮 去把他外圍投射的能力給進步 可是 仍然是不夠 因為Camello的態度 跟他面對比賽的想法 是沒有進化的 這個也導致呢 在聯盟裡面 他就像Josh Smith一樣 來得快 待了一段時間 我是一個volume score 我可以大量的得分 我用大量的出手換取大量的分數 可是呢我的效率不好 我要改變我的效率的時候 我的態度沒有改變 而最後被聯盟給掃出去 那他到底會不會到胡仁隊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因為 胡仁隊他的好兄弟 LeBron James 可能會給他這個好兄弟呢 一個小小最後的一個shot 來證明他在聯盟 還有一些影響力 不過 以胡仁隊呢 他在跟LeBron James 對於權力上面的拔河來看 什麼是權力拔河 就是 他們的老闆 有一點想放一點權力 給Cluck Sports 和LeBron James的團隊 因此他們得到了Anthony Davis 可是你會看到 他們又找了 仍然 相信Rob Pelinka在這裡面 這是Kobe Bryant 陣容裡面的一些人 那 Ginnie Buss又有Rambus 家庭 哇他又是他自己的人嘛 到底胡仁隊 是誰來做決定 這個我們還看不出一個真正的端倪 所以 LeBron以他的一己之力 可以拉得進Carmelo嗎 Carmelo會願意低價 可是Carmelo他現在願意打替補嗎 他可能願意在防守多花點精神嗎 籃板的時候多花點精神嗎 這個都可以 決定 在Carmelo Anthony 打算在這長久的職業生涯 怎麼來真正的收尾 或者是 他一點收尾的機會都沒有 OK 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樣的話 歡迎到我們PB Plus 報導個人粉絲頁 一起來跟我討論一下 Carmelo 他未來何去何從 F Então 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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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